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第四项是见和同结 结的就是见解的意思 就是看法想法 看法有大 大的相同 小的相同 但是在生团你要尊重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说法 别人的意见 我们的也可以表达 大家用公平 公正心来看 怎么样是最正确 最好的抉择 所以很多人生活的环境 他觉得我生活的环境都很没有公平 很没有公义 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 生团它是还有一个佛法 做最后仲裁的地方 有的时候社会上连法律都不见得公平 很多人都在那边抱怨 对不对 在生团你还有佛法做仲裁 而且这个只是初修 这个世界要找到绝对的公平 那唯有从你的心下去下手 你的心看什么都是圆容 什么都是公平都没问题了 就是心无挂碍 一切都圆容无碍了 你唯有就返求自己的自心 从自己自心下功夫 见解相同可以对质邪见 你看我们跟没有学佛的家亲眷属 亲戚朋友聊天一下 你受得了吗 你要包含他很多事情 他动不动就开始回谤三宝 回谤佛法 对不对 你看这个毛病不是世间人有 出家人都有 比如说某某法师到另外一个僧团 去学戒律 他就说 你来本世学戒 请问你以前是跟哪位法师在修 我的恩师是某某法师 某某法师 你怎么会跟他 讲到最后连法师都省掉 某某他怎样怎样你知道吗 当年我怎样 他就讲了 他一点都不跟你客气的 不尊重你的 那是修不好的人 世俗人更有了 他动不动拿三宝开玩笑 动不动就用最亵渎 最冒犯的口吻 跟你讲佛教的事情 那听到你又是修行在吃素 他就觉得你是外星人 等一下准备要怎么样来讲你 怎么样来 小心地试探你一下 怎么样来讥讽你 或者来给你洗脑 说其实你不必这样 你大概就是宗教狂热吧 等等 所以 邪知邪见的人很多 自己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你有很多的那些观念 在自己这个正念比较丧失的 心神比较好弱的时候 那些不好的观念想法会出来 那种习气 那种邪见的习气 还没有完全脱掉 被人家护持立刻怎么样 立刻生气 也是社会习气 对不对 被人家护持立刻惭愧 感恩对方 他久他会窜息成这样 阿弥陀佛我有饭了 谢谢 感恩 会变成非常好的 法友道理 为什么 只有他疼惜你 只有他护持你 你妈妈也疼惜你 你爸爸也疼惜你 你老婆你老公也疼惜你 但是他不懂佛法 他没有办法正确的疼惜 道友 金刚师兄弟 他知道 你又犯了 你怎么又这样了呢 你这样对自己不好 你看你明天还要领众 那些年轻人看你这样怎么行 你老公会跟你讲这样 那他真也是菩萨 你爸爸会跟你讲这样 那他就是有修 对不对 那一般师兄弟就会这样护持你 是不是 所以见解相同的生团 对之邪知邪见 避免你堕落 点选右下角 订阅关一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